记者吴嘉欣 新闻报道 高雄29度 台中台南28度 宜兰花林25度 台东26度 澎湖27度 以上新闻朱成浩编辑博报 安排极光玻璃屋及圣诞老人快车特价热卖中 陪你玩片世界的好朋友 凤凰旅游 0800 089 789 哦 妈我回来了 怎么买菜们这么久啊 最近想吃的心仍好困难呢 有些食品上面标示基因改造 能买吗 政府规定食品是用含基改原料就得标示 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知的权益 分辨哪些是基改食品 而且政府啊 对基改原料都有严格审核 不安全就不能买 嗯 那我就放心了 基改有把关 全民更心安 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大家好 我们是台湾国乐团 每天有这么多新闻 你都听懂了吗 听新闻不只听热闹 还得听门道 让董志森带你搞懂所有新闻 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欢迎收听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我是董志森小董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中午12点到1点 有我在这边为大家说新闻 刚从机场过来 因为我回京门啊 今天上午从机场过来 顺便去加油啊 现在油钱剩23块8 95无圈 我当然知道 多数人又要讲他没有感觉啊 今天如果 油价是35块 像过去 每个人就大骂马行九啊 马行九的民调为什么会百分之九 大家说只有九趴 因为他油店双涨 油价怎么可以涨 现在油价跌成这样 有没有人会说 马行九让我们油价跌 不会 因为你一定讲 因为国际油价跌啊 所以我们就跌啊 国际油价涨 就是马行九叫他涨 这台湾人的逻辑啊 我其实非常看不起 我常在做这样的讽刺 嘲讽 因为我不嫌疾嘛 所以对任何人我都敢骂 敢讽刺 我无所谓 谁当选总统 和我没关系 蔡英文当选总统 对小总还比较好 因为我已经料金 他不会是一个好总统 而且民进党结队乱搞 我就有很多话题啊 那台湾人自己到底要什么 每个人都在讲好听的 真的 我们都在讲好听的 我在飞机上空看到漂亮的海岸 从金门 然后飞机过来 今天天气非常好 看到澎湖的群岛很漂亮 看到台湾沿海海岸很漂亮 飞机就慢慢降低 降到从桃园台北 这边慢慢过来 因为我们飞机都到台中那边 就开始往海岸往北嘛 你看到了所有的土地 我看到土地就是张柏林看到的土地 丑陋 并不是说这个山被砍 那个山不砍 而是我们的房子 屋顶只有两种颜色 绿色跟红色 这些大型的围件 小型的围件 重置 有时候看了 为什么是这幅景色呢 我有时候看新闻 我常常是用做对照的 各位朋友也很清楚 小总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做对照 今天打开电视 主要是三条新闻 哪边狗凉霸 大师兄 林志胜 都了不起 这第一个 第二个新闻呢 哇 KTV 大多是在 新北市三重 哇 两边打得不可开架 为什么打呢 因为互相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就打了嘛 第三件呢 还是KTV 打群架 在台北市 台北市钱贵KTV 有个人庆声 包了总统套房 结果突然有三十几个人 冲进来喊打喊杀 结果 受薪跟四个朋友 被打伤了 那因为现场录影 警察就依照录影 找到有九个人 来打人的里面有九个人 然后 这九个人 就说 我们为什么要打他 我们也不认识他 我们有个女性有人 跟人家冲突 他说 跟他冲突 那个人家小张 好像就在 好像啊 就在楼上 那一间种种套房 所以他们 就用LINE 你知道现在手机很发达 一LINE 一call 来了三十几个朋友 从前去打了 打一打发现说 打错了 里面没有小张 打错人 各位 我们台湾都是在 有这么多的这种新闻 光怪陆离 假日就发生 KD会打钱架 几乎每个礼拜都发生 这怎么回事啊 大家 小董你今天不讲政治新闻吗 我当然讲政治新闻 我也讲社会新闻 我也讲台湾的现况 台湾现况很多令人很担心 我们每个人 大家都很担心 两天报今天做了三版 国民年间的问题 这些没有人看 我看得很仔细 我在飞机上把它看得很仔细 国民年间我很关心 但是我知道国人也很关心 可是没有人会看 为什么 因为出了问题 政府就该负责啊 他上面做一份民调 国民年间现在要破产啊 谁该负责 这政府 为什么这政府 政府管国民年间啊 可是政府一直说要改革啊 他送去立法院 他认为国民年间政府要 要负责的是67.6 政府要69.8 然后你认为说国民年间要防止它破产 应该怎么样 有67.8的人认为 只要老板多缴一些钱就好了 各位 各位 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心 怎么样的态度 国民年间破产政府要负责的 69.8 要怎么防止它破产 67.6的人认为老板多缴钱就好了 大家知道国民年间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吗 不知道 国民年间要修订了法令 放在立法院摆那么久 立法院不修 各党 都有意见 每个人都讲东讲西 可是就是不修 立法委员是谁选出来的 就是老百姓选出来 老百姓不用负责任 老百姓只要讲 政府该负责 油价涨马航酒该负责 啊现在油价跌 23.8 95 23.8 你可以讲多甜义 一公升 你去买一公升的矿泉水给我看看 看多少钱 我保证比汽油贵很多 汽油比水便宜到这种地步了 啊这是因为 因为是国际油价降价嘛 哦那不不能算马航酒得正哦 不算 那国际长就是马航酒的科正 各位什么逻辑 我们台湾有人在讲这个吗 没有 我不是替谁抱不平 马航酒也快卸任了 而且也没什么用了 他也不会听我给他的最后一个建议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 元旦 一月一号 国庆文稿宣布 我五月一号起 合一合二合三 三奏场我通通停 要不要再起用呢 因为那是打开开关就好嘛 要不要起用呢 因为 元旦 一号 元旦 还不晓得谁会当选嘛 也可能是朱立伦 也可能是 蔡英文嘛 对不对 那我当天就宣布 五月一号 全国所有的合一合三 我通通停 合四早就冰封了 对不对 那请 新的总统 五二零 因为我不晓得是谁 我没有议色立场 对不对 然后 五二零 请他宣布 要不要重新启动 就这么回事啊 各位 大家讲 何人想这些东西都在讲好听了 我们台湾的选民都宠坏了一些王叉蛋 然后自己舔不知此 天天在怪谁怪谁怪谁 先嫌疾到了 嫌民继续做王叉蛋吧 小统看了都很不爽啊 我当然知道嫌疾 有很多选择 或者你会选一个稍稍好一点的 但是 最后责任在哪里 最后责任自己要负最大责任 你看了 这么多的新闻 看了很感慨 所有媒体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前台湾 每个从政的人都对不起老百姓 每个从政的人都是老百姓票投出来的 都是老百姓投出来的 哪一个不是 台湾哪一种嫌疾 哪一种重要公子不是老百姓投出来的 你天天骂 你好意思骂吗 你今天骂自己要负责 然后不用负责 因为媒体会挺你 所有人都不用负责 我只要是消费者是媒体 我都不用负责 我今天看一个新闻 国内有五家航空公司 要增五百个空服员 他们是谁呢 长龙、华信、威航 还有外国的阿联酋跟卡达 这航空公司 尤其长龙 他们一定要招四五百人 只要有大川宴校以上协力 英检成绩达标准 在下个月八号前报名 面试作业是一定下月二十一号跟二十二号 录取者明年三月 陆续报到 各位可以上网长龙 华信呢 华信他们要增加二十个空服员 出示一定下个月的十四号 护士一定是二十一号 录取者明年 接受八周的训练 合格后 或明年三月中情上线 报考资格只要大专以上 英检成绩要符合规定 飞航要募三十个人 如果你能够精通日韩泰 那就很好了 表示说他要飞这些航线 如果你有护理的专长 还优先 一定下个月十四号要出示 然后阿联酋航空跟卡达 也要招募台籍的空服员 大家可以先上网去找一找 阿联酋现在有109个台籍的空服员 所以很多人想去换换机会 各位朋友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航空公司 你看新闻或听新闻 不是听人家讲一讲就算了 因为很简单 你用判断都知道 为什么航空公司一直在争人 因为我们的旅游跟光光越来越发达 这还用讲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发达 因为 因为台湾现在这方面的商机很活肉 阿长龙呢 他们主要是会哪里 两岸啊 阿两岸为什么会一来越发达各位 阿你有想到什么吗 和政府无关啦 因为政府 我们的政府就是无人的政府 台湾所有好事跟马航九都没有关系 就我们认定嘛 我们看所有报纸 对不对 台湾所有好的事情和马航九 绝对没有关系 马航九就只干坏事 阿请问一下这些东西 活络的东西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你知道两岸 现在一个月 要一个礼拜 飞多少班次 你知道吗 直飞的 台湾飞中国大陆 一个礼拜直飞的 有多少班 你知道吗 八百八十几班 一个礼拜 你可以想 一个月有多少班 乘以四 还要多一点 对不对 各位 你能够想象吗 国际民进党执政 飞机是不准直航的 飞机直航 中共就要做民航机来 要占领总统府 这是赖清德讲的 现在直航呢 有这么多 然后 航空公司要尊人 你看到新闻 你没有看到背面的 他整个市场的活络 你看到就说 哎呀你看 哎呀那个市役率都高啊 都是马航九害的 633做不到 现在市役率2.9级 2.9级耶 为什么不出来敲锣打鼓 633啊 现在比3还低啊 马航九说 我让市役率降到3以下啊 对不对 叫633啊 现在2.9级啊 那比3还低那他做到了啊 有没有人歌颂 没有 每个人骂马航九什么633 不是吗各位 我们台湾的媒体哦 或者所有民嘴 你可以看到 我不管对后做 我只要骂国民党 骂马航九 我就是对 我就是代表正义 可是是事实吗 是是非吗 是不是打错人 你们到KTV 是不是打错人了 各位 大家猛心自问嘛 做人可以这样吗 你的女性有人说 有个小张打我 我就绕了三十几个人上帝 不分青红罩牌把对方打了 连寿星跟四个朋友都被打伤了 然后打伤以后说 哎呀我们认错人 这发生在昨天钱贵KTV 台北市的 打错人 那打错人你还说 因为有人给我错误的信息 是 那你 你今天看到台湾的政治 所有信息几乎都是错误的 小董的解读 各位可以讲 你可以讲 小董你讲的还是比较 合情合理 我当然讲合情合理 我不是要赞美谁吗 我说我们大家来做比较啊 我小董讲新闻一项用局比较的 95汽油一公升35块 大家大骂马航酒 不食人间烟口 不体系老百姓 油店怎么可以双掌 对不对 天天骂骂骂骂 骂了半年马航酒 民调就骂到剩酒吧 那我早上去加油啊 95无全汽油 23块8 你为什么不割颂他 哇马航酒 太了不起了 让油价降一公升降了十几块 为什么不 你们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媒体写 涨价就骂他 降价降这么多 降到比矿泉水还便宜这么多 你们不骂 不割颂 我没有意识要割颂 我都在做冷风热潮 各位听得懂 我要讲台湾现在的现象就是这样 你看到的媒体都是假的 他给你一个表象 哇这个都烂 我今天最高兴的是什么 我一上飞机 因为我走在中段 我也没有走前面 也没有走后面 我走在中段 我一上去 剩一堆报纸 那那个空母员 他就很好心 总先看一份报纸 我一看 剩下全部是自由时报 我掉头就走 看自由时报的人最笨 他要洗你的脑 你还看 前面的其他的报纸都被拿光了 可见写明是清楚的 大家都不看自由时报 明明把他放在机场那里 真的 我看全部剩下是自由时报 没有人拿 其他的都被拿走了 每个人都知道自由时报是一份 在政治里面做了多少偏差 对不对 断章起义 都知道嘛 我今天最高兴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但是我讲 我们做政治评论 你做一个媒体人 我既然在做评论 我必须诚实的讲出对很多事情的观察 你这个就是一种观察 各位 我们每天看很多电视 看很多报纸 路上的风景很美 你会看 可是看跟观察是不一样的 一个好的记者就是要观察 看跟观察是不一样的 看就是看过去了 观察就要看到它背后代表什么意义 这就是我跟很多人的不同 因为我们做这一行做比较久 各位朋友 在台湾社会 选举新闻到处是 然后 很多人 讲东讲西 他无为要你的票 但是选举有时候是很现实的 你出来就这几个人 你也只能投一个 你说我不投 我看了都讨厌 好 那可能当显的是你最讨厌哪个人 三个人有一个你最讨厌 有一个你普通讨厌 有一个你稍微讨厌 哎呀 既然都跟讨厌刮上 那我就不投了 就这样 这很多人心态就这样嘛 我不投 谁当显和我没有关系 不是我投的嘛 可是 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各位朋友 选举是要看结果的 他的结果 常常就是你最讨厌那个人当显 这就是我在前面上 我常常在讲的 我们很多人对政治参与非常狂乐 很多人对政治非常不狂乐 可是你不管你狂不狂乐 他对你的生活 都造成无与伦比的影响 你说我没有去投票 柯文哲当起来 和我没有关系 柯文哲四个月前 就希望 就报经济部 说希望台北市的水会涨价 结果经济部就核准了 台北自来水助就提报 就被经济部核准 上个礼拜人家讲说 哎呀台北市有好多千 的水管 柯文哲说 不涨价就没有 我们就没办法把千的水管换掉 这种收谎的人 非常可耻 让人瞧不起 你明明是先涨价了 后来才发现 有千的管 和这个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关系 可是他就硬能拗啊 台湾最无耻的人 他们喜欢把票投给柯文哲 然后再替他辩护 然后替他辩护 又觉得很不爽 希望有人骂骂柯文哲 所以他们就来听小董的电台 小董的听众里面 很多是柯文哲的粉丝啊 他们还有一个抽号叫垃圾 他们听我骂柯文哲很爽 但是他们又觉得说 柯文哲是他们投的 我告诉各位 票投出来就是这回事 12月1号以后 全台北市所有的停车者 通通收费 没有不收费的 柯文哲说 柯文哲说 使用者付费 我会当同意啊 我当然会当同意 我没车子啊 我都骑摩托车啊 我当然会当同意啊 别人去缴钱关我什么事 可是各位朋友 今天柯文哲做的这些事情 他如果选钱通通讲出来 你会不会支持他 他是一个平民吗 从阳金老人不要给 市长讲 要市长那边站一整天 哎呀累死了 对不对 市长在那边 小学生得到奖 高高中生得到奖 高中生得到奖 前家人来 跟市长合照一张照 然后再赶快换下一批 赶快上来 平均 每个人 每个人要五秒钟 然后赶快换下一批 赶快上来 又五秒钟 然后市长正一展天 笑到笑容都僵了 很生气 不要 我不要这样的成果 柯文哲说 我不要干 他想改革 他觉得太累了 吃开了吗 这个市长讲 让市长 跟所有学生 跟家长合照 这是我在跑台北市长 陈水扁时代 阿扁创的 阿扁每一场 我都到场 阿扁在台上站多久 我就在台下站多久 他笑到笑容都僵了 我也是看到 眼睛都直了 柯文哲要把他改掉 我没有意见 但是 我们现在看到他 很多做的事情 很多人不以为难 家长也是 你这给小孩一个鼓励 你又会怎么样 柯文哲说 阿这个劳民伤财 我不要 不无经济原则 在联合报有一篇 有一篇说 柯文哲你看一个城市 他奉献柯文哲 他说你看一个城市 不能这样看 不能看他的 不能去评估 这个仪式的价格 你应该去看他 他代表的价值 所以 你的这个行动 可以给多少人的鼓励 但是 给他报十五版 叶银娃 他是教大 财经手的 财经手的教授 我对他讲的有道理 但是 我给各位的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 今天柯文哲所做这些事情 涨价的 或者他讲说他不打王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他如果显前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 我当选以后我不打王 重阳老人情我不花 路边时候停车车我通通涨价 水费我一定涨 然后呢 现在当然计程车已经涨了 百分之十四了 对不对 计程车这个已经涨了 公车我也要调到十八块 要涨了 对不对 结印呢 结印那打八折 我现在不打了 然后 波多也结意 我会请他来 做我们 悠游卡的方面 他如果显前把这些东西都讲了 我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你会投他吗 台北视频会投他吗 那现在很多获险人 显前都讲很漂亮 柯文哲显前告诉我们是什么 我跟连胜文的显站 他是钱贵 我是平民 我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不是吗 柯文哲不是一直强调这个吗 显前说我跟老百姓站一起 显后呢 显后我不打王 我跟财团站一起 啊嘴巴显前说我怎么打财团 怎么样怎么样 当显后说有多少五大弊案 我怎么处理 现在没有下文啊 不了了之啊 没有弊案啊 各位 我在跟各位讲的 我的观察啊 因为你们是看到的 我讲的是观察 很多人显前是不是讲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那显后 显后完全不一样啊 显后的柯文哲跟财团是站一起的啊 显前呢 每天喊土地正义 不是吗 说政府不打王 要政府干什么 他说这个政府简直是植物人政府 请大家上网 写柯文哲植物人政府打王 请用这三组字简 看柯文哲显前怎么讲 显后怎么表现 各位 台湾人有骨气吗 没有 显臭人大家 哎呀 鼻子摸摸不敢承认 他说啊好像他我没关系 我没去投票 可是你也没有投票 他的成果你都碰到了 他你都要去面对 不是吗 你说我没有投票 好那你没关系 没投票没关系 你的捷印八折要取消了 你说我不做捷印 好 你不做捷印 可以你做公车 公车要涨价了 对不对 公车涨价已经提报了 你说 好了 我比较有钱 我做计程车 对不起 计程车涨百分之十四 已经开始实施了 是啊 就这样啊 那你要怎么样 水会也涨啊 所以 你今天看到了 跟显前听到的 跟显后 他做到的是不一样 显己就这么回事 所以 你要都听我节目 我来分析某些人的 人格特质 他将来会怎么样 柯文哲是这种人 我不意外 但是台北市民 很多人一定很意外 我既然就想 柯文哲不会比连胜文好 我非常清楚 可是没有人相信 很多人 哎呀呀呀 就怎么样 柯文哲就是平民 跟我们在一起 柯文哲现在住的房子 价值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一亿两千万 他买的时候买多少 六千八百万 他是平民吗 各位 我讲这东西很心酸 但是没关系 猴狗 猴狗你们在尝 我不用啊 我住新北市 所以我看到了 我观察到了 其实也足够 给大家做参考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 其他相关话题 大家好 我是伊甸市国际 继大陆新闻中心主任 肖子欣 加入台大EMBA 能与国际观点同步 开创前瞻丰富的事业 推荐给勇于挑战的您 大家好 我是台大EMBA执行长 谢明慧 多元融合 欢迎加入台大EMBA 10月1日起开始报名 咨询专线 02-3366-1010 3366-1010 台大EMBA 爱在台湾发生 这里离市区医院太远 这边的老人和小孩 真的不敢生病 就怕还没有到医院 在路上就不行了 东部山区弱势民众 光是下山就诊 就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这还是有能力 下山的人才办得到 至于那些不能随心所欲行动的人 往往因为不能移动 而被迫忍受病痛折磨 于是台东基督教医院 行动医疗团队 就上山去看病人 服务了五十多年 不管路有多远 也要补足弱势民众 在偏乡医疗的缺口 哪里有需要 就往那里去 是东基行动医院 一直以来的精神 为了要往更深的山里去服务 需要您的捐款支持 用行动帮助 无法行动的患者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 欣赏一首诗 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 就能对人生与美感 有十种体会 对孩子来说 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 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 12片CD原价798元 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6-8368 成品及伯克莱网络书店热卖中 欢迎回到灰点午餐 我是董之生小董 今天有个朋友 他传真 他陈先生 他是从嘉义的中间选民 陈先生 他很沉痛 他说他最近才能在想 过去四年总统是国民党的马上就 立法院是国民党立委勾办 但这任何重要的法案都推不了 例如胡茂法案就是最佳的例子 国民党在过去四年 在行政院跟立法都拥有最佳的权势 却永远敌不过一个霸占主席台的民进党立委 更敌不过还手立法院议事厅大门的机车大手 你可以跟我说这是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关系 但别忘了 他还是国民党的不温期立委 你也可以跟我说 马英九 曾想把王金平拉下来 在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没办法 看着国民党过去最有权势 最有机会的四年 国家还是空转停滞不前 叫我这中间选民如何再次挺这个令人失望 无人的政党 再次给他一样有权势跟大好机会的四年 而期待他有所表现 他说好不容易出现 叫务实可行 而且遵从现法实际的洪秀柱 却被国民党内的立委跟派系政治计算中戳掉了 看着他过去四年的 无人表现 我中间显明这票实在投不下去 只能投废票做无言的抗议 他说我知道民进党是个坏胚子 但我如何期待一个傻子的国民党替我扳回这一层 我只能追星之痛 含泪眼睁睁看着国家沉稳 他说董大哥 我不是故意要出国民党的志气 我说的是我们90%中间显明的新生 嘉义的陈先生 他讲的其实非常心痛 我最近碰到很多朋友 每个人也跟我讲出同样的声音 其实真的是令人难过 国民党找王金平回来 他会流失多少选票 沈陆雄沈大佬这两天讲 他碰到我 他说他当然知道民进党坏蛋 国民党是笨蛋 这两个蛋加起来国家就完蛋 然后他今天在联合报写了一篇评论 他讲王金平的四种可能 媒体标题写四种可能 他其实讲第三种 说王金平可能会怎么样 当博恩基可能会怎么样 可能是第四种 他说 国民党在立法院不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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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王金平还是有机会当立委 因为民进党会让他 他说他问过所有的蓝绿名嘴 只有一个名嘴 认为民进党可能会让给王金平 各位这个名嘴就是我 他没有写出来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 那如果台湾永远在 王金平、柯建民这样的政治 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 头不下去 最主要的关键在这里 王金平对我很好 从来没有对不起我 但是我讲 台湾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吗 王金平 跟柯建民 柯建民说 马上就好像要通过哪一个法案 王金平就说 我跟柯建民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粗话吗 我才不理他 台语可是是比较粗的话 这是柯建民自己讲的 你马上就要通过的东西 只要我王金平不答应 你没有一样东西通得够 他是国民党不分期 我想把他不分期拿下来 刚好借着一个司法案 他帮柯建民官说的司法案 我要把他拿下来 前民反对我 所有报纸批评马上就 台湾社会有没有示威 全台湾的名嘴 或者节目只有小董全力相挺 我当然是少数啊 但是我才是 我是讲出示威 我不管多数或少数 因为我也不闲啊 我也不拿政党和国家的一毛钱 各位朋友 我跟那些名嘴不一样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我就赚我的通告会而已 赚我的主持会而已 我不拿那些政党跟 我从来不拿国家或政党的钱 国家的钱我只有胡兵役那两年 领了我的薪水一千多块 两千多块而已 因为我原来是一等兵嘛 后来我生下士嘛 薪水就多一点 我就只有领这个钱而已 我从来不拿国家跟政党的钱 所以我不用去奉承任何人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那如果说国民党 现在 他们要用王金平 然后又要开始对王金平歌功送的这一票 你投得下去吗 这是一个事实你知道吗 你如果看他们现在松口 要修改了 大家讲说 哎呀为了 为了大吉 为了让他们席次更多 对 陈先生刚刚跟我们讲了 那你席次多你也没用啊 好 接下来 好了 最顺的啦 各位朋友 最顺的 朱立伦当选总统了 国民党立法院又够办了 全国换身雷动 那真正谁在当总统 那还是王金平在当总统啊 哪是朱立伦 朱立伦提出了任何法案 任何计划 任何计算 都要经过立法院 啊经过立法院 民进党又全力杯葛 然后国民党说没办法 因为民进党少数他们杯葛啊 我们没办法 那怎么办 各位 我讲的是一个 现在 现在正在发生的 而且已经发生了七年半的问题 怎么办 各位朋友怎么办 所以 我觉得 国民党要有更大的说服力 来告诉别人我是改革的 可是国民党要怎么叫做改革 国民党要怎么叫做改革 你如果能够把王金平干掉的话 我就相信你改革 那你不是啊 王金平 人家把他干掉 朱立伦 这些人 这些人通常要把他找回来 你可以看到 台湾多少 的地方派系 然后 他们跟国民党 旁根凑结的 糾葛 然后最后 好 最后 大家看到了 国民党好像还是原来的那一块 甚至更被这些人所把持 不是吗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在省事 在沉痛的去思考 为什么你的险情这么低迷 为什么你以为说我哪回了 红袖柱的 餐险前 以后我的情况会更好 可是为什么更多的中间险民 它更为迷茫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休息 来场爽风轻旅行吧 来自日本品牌 登陆普健走鞋 轻量减压 宽选舒适 提震缓冲效果 让您双脚轻松自在无负担 登陆普健走鞋 在日本已经有15年的销售佳机 平均每一分钟就卖出一双 绝对是您漫步轻旅行的好伙伴 全国百货周年庆 特价优惠中 请亲临北之特乐银专柜 02-2298-9819 乐银 loving 妈我回来了 怎么买菜们这么久啊 最近想吃的心安好困难呢 有些食品上面标示基因改造 能买吗 政府规定食品是用含基改原料就得标示 是为了保障消费者吃的权益 分辨哪些是基改食品 而且政府对基改原料都有严格审核 不安全就不能卖 那我就放心了 基改有法官 全民更心安 以上广告由食品任务管理署提供 坐车时常把老板当成司机 吃起菜时不小心就喝到别人的水杯 初次见面的朋友应该要如何介绍呢 跟着前礼宾司长朱玉凤大使 学好最正规的国际礼仪 让您无论在哪里都能成为被按赞的人 11月1号起 每周日上午10点 请准时收听由我黄黎斌主持的 礼仓如此 您也可以成为生活大一家 我们是台北市民国乐团 我们是台北市民国乐团 这两天光复绝 很多人拿的国旗出来 看得令人感动 民进党执政了台南市 台南市现在最有名是什么 文子 台南在赖清德治理之下 现在已经被文子咬死了一百多个人 他的兵力一万多个 比印度的新德里还多 各位上网查一查 蔡正元在讽刺他 看了那篇文章非常好笑 说赖清德已经超越印度了 了不起 像这种政府 其实是非常无人的 今年2月9号 赖清德出书 这本书叫做看见未来 蔡英文送了一个 一盆花 这盆花上面写什么 说赖清德 执政典范 可能是饭桶的范写错了吧 赖清德是个饭桶 执政典范 连一点登革的一些文子都对付不了 当有人质疑他就出来骂老百姓 说你们家的花盆都不清 但是我要讲赖清德不是讲这件事情 台南的教育局长叫正邦正 陈邦的邦 刘邦的邦 陈正的政 一个金再一个真假的政 正邦真是说 关户节 是怎么回事呢 是台湾人 又再度的沦陷 关户是台湾的再次沦陷 为什么 他认为就换了国民党来 没有国民党 台湾在哪里 台湾还在日本人手上 有时候我其实曾经在台湾跑过非常多地方采访 但是各位你有时候听很多人在讲例子讲什么 你必须把一个时间的因素把它类进去 这个就会比较公道 台湾是怎么会到日本人手上 1895 甲午战争 清朝政务战败 日本人子民 我就在台湾 这是历史 这个谁都没办法更改 不管你有任何史官 现在很多人讲说 哎呀我们史官不一样 然后蔡英文每次讲说 哎呀没有大家的那个认同不一样啊 认同史官那些都是假议题 小董讲的我不是在跟你谈认认同谈史官呢 我讲东西是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 我不讲什么认同或史官或大家不一样怎么样 就历史就是这样而已啊 你有不同解读那才叫做史官 我讲的就是历史啊 历史就是怎么样 1895 清朝 打败上把土地 割给日本 这个就是历史 没有什么史官不史官 史官是衍生出来的说 哦所以台湾人很高兴啊 怎么样啊 被割给日本很高兴啊 你这个叫 叫你的史官啊 但是我讲的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你由 台湾那时候所有人都从中国大陆来 他不会高兴的 对不对 很多人讲他很高兴 被日本人统治很高兴 那些人是畜生 你根本不必听 不必谈史官 你的祖宗牌位都在中国大陆 你被割给日本人你会高兴 不要用常识啊 都知道他是不高兴的 这个还去谈什么史官呢 那我要再讲 啊为什么日本人要把这块吐出来 因为他用台湾 里面很多资源 他去侵略东南亚 他要这边很多森林 对不对 很多资源嘛 这个是事实嘛 所以你以为他好心盖了 阿里山小火车 不是 他就要载木头下来 他印木头下山 这些木头印到哪里 印到日本 他印到日本啊 日本人自己不砍 高级的树 他高级的块木都在台湾砍 日本你去看 你去看日本那些神社 那神社的块木都台湾的 所以谁管理台湾的水土保持 没有这回事 台湾为什么人回 中华民国的所终 因为我们参加了同盟国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他们是轴心国 我们同盟国是中美英苏 跟他对抗 我们打赢啦 日本只好无条件投降 这个就是历史 和史关没有关系 各位 你不要听那些人想 什么认同怎么样 笑死人 正邦正那些人 笑死人 那为什么是回到中华民国手上 因为中华民国推翻了满清政府 跟满清政府签了 满清政府 的小皇帝可以在紫禁城 所以那时候溥仪 溥仪三岁登基 当了三年下台六岁 为什么还一直住在紫禁城 因为国民党领导的 革命党 跟清朝在乎怕打仗死更多人 所以签了这个协定嘛 各位这就是历史而已 这个大家不要用一些史关来做混淆 所以我们沉寂了清朝的 那些四字灰灰 可是最后 好 好 好